塔利班重漲了阿富汗的政權之後 現在大家更好奇的是 他的盟國有哪些呢 其實在之前我們就曾經討論過說 他一定是不可能跟美國來結為盟國 那會不會傾向另外一方 也就是另外一個強權中國大陸呢 但中國大陸的態度如何 好像都還沒有聽過 不過彭博社在最新的提問上面 就問到了說 被阿富汗這個央行的行長說 塔利班其實試圖從中國大陸 巴基斯坦尋求資金 那中方是否有計畫 為塔利班來提供資金呢 其實這個問題相當敏感 因為牽涉到了是前 還有一些相關的建設議題 甚至是中國大陸對於塔利班 被世界認為是比較不人道的方式的政權 可能會有一些疑慮 那中方到底怎麼講呢 中國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就指說 願勢為阿富汗和平重建 希望組建一個開放包容 有廣泛代表性的政府 可以聽到他完全沒有提到 資金前的任何字詞 但是他似乎也在對塔利班喊話 希望他們能夠走向一個 比較國際接軌的政府 不要再像過去一樣 這麼不人道的方式 但確實中國大陸這邊 也已經證實了 大部分的中國公民 在使館的安排之下 早就已經先回到大陸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